台中市政府和美国关岛国人罗总督 来签署两市的一个姐妹式的一个协定 那很高兴呢 其实台中跟美国的关系一向非常的友好 那我们跟美国之前一共有17个城市 签署姐妹式关岛式第18个 那第18个的签署呢 也代表双方的情谊更上层楼更加的深化 那我们希望今天亲属之后呢 两个城市之间彼此在经贸 在文化 在观光 在医疗 在教育各方面 都能够有深厚的一个发展 也使得台美之间的关系更上层楼再创新章 那谢谢大家的帮忙 感谢 好